超級多 全部都是protein 好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活動 做得比較深刻的就是 就算休息也不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el 大家現在看到我的背景 我還在家裡的房間 今天是拍什麼呢 就是E4 Suns Vlog 和E4 Sun這天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E4 Sun這天是專注於我上學的部分 今天就專注於我的整個日常 現在的時間是 9點搭9 給大家看到我的心網 paper 所以有點趕 因為我預約了10點去練舞 今天是要上課的 不過我早上是off 所以呢 現在快點準備出門 平時拍vlog有九成 都是掃眼的出鏡 今天就日常vlog 有一點點儀式感 所以先塗上唇膏 好 這個就是今天的OOTD 那我們就出門好了 好了 那麼多位 我剛剛就衝了去跳舞的地方 今天有點趕時間 因為遲了起來 所以就回應一下 有觀眾就問我 可不可以 起心抹大眼 拍片 拍到晚上睡覺 有我這樣的Q&A收到 就是今天了 OK 平時練舞的話 其實多數都是weekend 早幾天都是超級超級唱 所以今早就放鬆一下 今晚有個event 就是跟Ben Sir 歐仁偉豪博士 一起去搞的一個talk 就認識了Ben Sir 很快五年了 第一次邀請他 在我的youtube上出鏡 中間呢 上課前後的時間 都有幾個小時 那些時間就讀書 和自己溫習了 交代完畢 現在呢 再練習先 目前為止 我已經覺得很夠 好了 各位 時間到了 一邊收拾一邊說 今天的練習就完成了 已經練了這個週末的份量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在這段影片之前 我到底出了我的第二歲的 Evorsundity味 我想做些什麼呢 所以這個半月的 我的頭很暖 這個半月的day off 然後就上下個課 是zoom的課 到底是什麼課呢 稍後告訴大家 和大家介紹我的午餐 現在仍然在吃健康餐 但是有少許不同 就是五穀飯 兩塊雞胸肉 所以加了一塊 然後一粒扇貝 因為我喜歡吃生菜 然後三隻蛋 因為是脂肪 還有些鈕 就像小食一樣吃 不過是好癮 這個是家具狀 今天的OOTD第二套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中食觀眾 應該會記得我的體重只有40kg 為什麼我還在吃健康餐呢 這段時間也有嘗試過吃肥 吃到肚子很辛苦 但也沒什麼考 所以 唉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最近給自己的目標 就是 既然體重不上 我就加多一些肌肉 所以最近就開始做了 比拉鐵商 還有多了去做醬 然後就 超級多 全部都是protein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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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說沒有 功能 有些人 本身說可能是 Adjustment Disorder 但她能夠 所以 就是MUMS 可能會是MUMS 好了 那麼到位 現在呢 都上完課 差不多2個小時都有 各位這2個小時 我做了些什麼呢 就是去直落 登登 那就是溫習 登登登登 登登登 登登登 差不多 就快考試了 這個rotation 所以現在要讀的課程 基本上都讀完 剩下的就是用 past paper 還有剛剛 這些這麼精美圖片的 就是一些額外的reference 再自己看一看這些reference 那就 prep得好一點 現在就時間都差不多 那我要去換衣服 然後就 然後就 換上皮膚 我聽Ben Sir說 好像現在有大概 500個人是join了 那我都很久沒試過live 這樣對著幾百人說話了 那我們就一起去 get ready 好了各位 那我已經化妝化到 三分一了 用作快一點點 剛剛這個星期呢 其實都 算是 十分十分之忙碌的一個星期了 to start with 星期一上課 就去了開會 那就聊今天這個活動 開會開到很晚 然後回來做gym 星期二呢 又是很早要起床上學 放學回來就 教班 教書 大家知道有教英文班 教完英文班之後呢 就拍片 到上課 星期三 又是上課 放學之後呢 就 有些什麼呢 斷了片 讓我看看我的鏡頭 對啦 放學之後就去做pilates 晚上就去一晚會吃飯 就到今天了 睡得不夠了 但是呢 我猜在這條片裡面 大家應該不會說 好覺得我真的很low energy 原因是因為 我就發覺 尤其是個人開始大 有時候有些事情真的不得不做的時候呢 都真的 小不免 是會減少了這個可以休息的時間 但是呢 這個就很難避免 所以如果經常因為休息都不好 就影響狀態的話 那我就 永遠都什麼都做不好 所以呢 最近感受得比較深刻的就是 就算休息都不好呢 都要找方法去幫自己 有一個好的狀態 所以呢 我可以正式update我的睡眠時間 一晚十的時候 就拍過一段片 跟大家分享過 我睡覺呢 是11點半最遲就睡了 但是呢 現在已經沒有了這個routine 現在睡覺的時間 就很不定時了 有時候如果沒有東西做的話 我可以早到10點半 就已經睡了 然後睡得好想 但是呢 如果有時候多東西做起來 真的會很晚才有睡 所以呢 已經在睡得少的睡眠時間底下 我還要睡得不好的話 所以呢 睡眠質素是 近這幾個月 尤其是現在 Year 6開始了之後 超級超級重視的一樣 很幸運 前陣子就收到 Emma送來的 mattress 還有枕頭 就是Emma的 Zero Clarity mattress 這個床褥有什麼特別 可以讓我一探上去 就快睡著呢 就是這張床褥是用 Air Creek技術製造的 用了超彈性醉合物 所以一躺上去 就可以立即適應我的體型 舒服我的壓力點 我平時喜歡睡平面 限天花板 所以一般用的床褥 經常都會有空隙隔著在腰 和床中間 現在用了Emma的 Zero Gravity mattress之後 每次攤上床 都可以感覺到 全身每部分都有東西承托著 腰不會再空蕩蕩的受力 Zero Gravity 床褥 很可塑之餘 每當我轉睡姿的時候 它都可以立即貼合到我的身體 床褥裡面的記憶面 和乳膠的回復速度是極快 就算從我兩倍的男朋友 睡完上去 都不怕把床褥從此以後 記住了她的身體 而這麼厚的床褥在現在這麼熱的天氣 都不需要擔心 這張床褥裡面有 大型通風通道 和19.5cm 全邊袋裝彈弓設計 是Emma所有床褥裡面 最透氣的款式 睡的時候 熱氣不會困住在床褥裡面 床褥可以保持合適的溫度 整晚涼爽一點 就可以睡得好一點 快點睡著 除了Zero Gravity mattress之外 我的枕頭 都還用Emma的Fond Pillow 這枕頭 是用了Emma最柔軟的纖維製造 就好像了床褥一樣 這個枕頭也是有記憶架 當我一睡下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立即遷回我的睡姿 完全貼合我的頭和頸 每早睡醒之後 它就會自己復原原本漲卜卜卜 晚上再睡的時候 就再重新適應我當晚的睡姿 而Fond Pillow的外層 是100%最支纖維Polyester 裡面那層就是用了Aero Soft材料去填充 令枕頭夠透氣之餘 可以防菌防塵滿 特別適合皮膚容易敏感的人用 所以好像剛剛這樣說 在這些超忙的時間 失滿了的時期 有時真的可能睡得很少 所以我會覺得 既然我已經睡得那麼少 如果我的睡眠質素跟著一起擦的話 那我就幾乎沒有好好休息過 所以Good Quality的睡眠對我來說 真的很重要 而這段時間 轉了Emma的床褥和枕頭之後 都真的有容易睡著了 而且也不會無緣無故睡醒 主要因為真的很舒服 一睡上去就很快進入睡眠的狀態 所以如果有入睡困難 又或者很容易睡睡醒的觀眾 就試一下Emma的床褥枕頭 真心推薦 Emma的床褥是有免費送貨 和100萬免費試用 所以試完100萬之後 覺得不適合的話 Emma是會免費上門拿回 和Full refund 所以這個試用基本上是 沒有成本 可以試清楚用100萬之餘 也不會浪費一千錢 趁現在就在下面Description box 有我的Link和Discount Code AngelSleep 去入手一張Emma的 Zero Gravity床褥和枕頭 可以一起的同款用 今天是相對簡單的妝 今天的OOTD 最後一套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一條在韓國買 FIT好好看的Jeans 灰白黑的色系 立刻出門 HELLO 我剛剛到了這個活動的場地 要舉好大部機 真的很辛苦 是啊 一路可以當作人 切燒這個動作 切燒剛剛賺個保障 所以如果我們就這樣一陣影拍 我們就賺個保障 好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活動 今天再做好一點 我 我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 在這麼多人面前說中英文 今天就完成了 因為overend了很久 overend了 我overend了一個小時 本身最美的行程是 今天去跟男朋友做健身 不過我現在就 我都沒力了 而且很頭痛 其實剛才整個TOP 現在都在頭痛 可能因為休息也不是那麼久 不過不要緊 今晚回去在Emma的床褥上面 嘻嘻 你幫我按完頭 弄暖了你不幫我弄頭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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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風格好夠 我這個星期的忙碌 就今天忙碌今天了 所以明天就 預計也是這個 終於可以休息的日子 好了 今天這個日常Vlog 不知道最後拍出來的效果如何 不過 就真的是我的 日常 今天不是很專注 上課的情況 而是 真是我的日常 喜歡的話記得 讚好訂閱 開啟鈴鐺 追蹤我的IG 留言給我 那就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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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